廣州當局揭露不發商人常用的12種手法 包括用生石灰將青芒果變成黃色 表面光亮的橙原來是比工業用的石蠟打過蠟 又用硫酸將荔枝浸到鮮紅 專家警告長期食用這些水果對人體會有害 嚴重的會致癌 由紀兆經詳細講一下不發商人的招數 12種水果都是最經常食用 為什麼橙會閃閃亮蘋果個個都紅當蕩 因為橙表面打坐工業石蠟 這些石蠟含有原生會滲入橙肉 食了記憶力會下降還會貧血 紅當蕩的蘋果就下了吹紅素 還下了防腐劑食了會損害肝臟 提籽含有抗氧化物可以減慢衰老 但就放入了月稀溶液浸泡 令提籽快點由青色變成紫黑色 至於你就會用吹掌素變得早熟 再用漂白粉、檸檬黃、漂白染色 水蜜桃很吸引視覺 是因為用工業檸檬酸浸過 顏色鮮紅些、保存耐些 但會損害神經系統甚至致癌 西瓜會超標使用吹熟劑、澎大劑和劇毒農藥 怎樣形容呢? 這種西瓜皮上的條紋不均勻 切開後會有異味 香蕉是最容易吸收能量的 但就會用安水或者二氧化瘤催熟 食了會影響肝、腎、甚至致癌 又香又甜的芒果就會落生石灰 令表皮看來金黃色 生的齒子會用酵母或者催熟劑來催熟 荔枝會用硫酸溶液浸泡 令不新鮮的荔枝變得鮮紅 龍眼就會噴上柳酸 或者用酸性溶液浸過 令顏色鮮艷些 專家的貼士說 和不要以貌取人一樣 買水果千萬不要以貌取果 九仙電視機者紀紹娟報導